然後問一下Chart Room 當天地男兒他想問綠債 問我們會否抽綠債 應不應該抽 還是留資金買其他東西也好呢 他說資金10萬元左右 我打算看看是否真的 放進去抽綠債還是想買其他 其實可以抽的 甚至說有很多的券商 應該五手 再有優惠 什麼都不用 應該有機會 所以如果你說考慮抽五手 什麼都沒有什麼成本的 其實就不會影響你的資金 所以抽完之外 可能還有其他預算的 可能買股票或者其他東西 所以我覺得可以考慮的 還有你綠債 始終都屬於一些很穩健的產品 就是政府發的 其實基本上是零的 而保低息是兩年半 有一點像Ibomb的體育 其實是類似的 當然你不要預期他第一天上 好像Ibomb過的幾次升得那麼多 可能升幅會少一點 就是第一天可能是102元左右 附近可能升1-2元左右 但是如果你說短線 就可能這樣看著這位置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拿足了那麼久 每半年收拾息報 只有兩年一半 其實total的中長期匯報 其實算是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比較偏向 是你可以考慮投資部分 變相是一些真的穩健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說有其他股份上 你覺得可以的 那你多餘的錢才選擇 它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如果你說跟高息股 給息率當然不是很吸引 保低息率是2.5厘的 通脹掛勾 大家猜通脹率也未必會很高 那可能都是保低息率 當然就是穩健 就是最好的 那高動性就比較少 那大家自己衡量自己的 進不進取什麼類型